白水老人与白孝金缘起 韩道长晚年助席彰化福山荣源 字号白水老人 他老一生雪儿不厌,惠人不倦 白孝金的批示说自西元2003年1月4日起 亦三年多的时间,在19个国家 由40位先佛奉上帝之命 应激在一贯道发一组各单位之率性进修班、复习班等 223个班中,以开纱或借窍的方式 借不同之三才批示完成 先佛并于各班批训后 嘱咐当班人员将讯文送至台湾光会书局 然而大道普传,已遍及五大洲 贫宿各自忙于开创道物 彼此不长往来 故有甚多不知光会书局者 有的甚至历经半年之久 四处询问,方才得知 于是不约而同的将所批的讯文 陆续从世界各地送抵台中光会书局 百孝金妙讯一书得以顺利汇集完成 可说是不可思议的世纪大显化 我们这人想着将来好 你得给将来后辈做个好模范 刚才我说了 你吃喝玩乐 你希望你的儿女好 将来孝顺你办得到吗 不可以啊 你希望社会国家好 有哪说起 你这个人心喘坏了 社会怎么好呢 提倡给中国旧有的文化道德 我看了我们台湾这个教育啊 全都占着一部分功利主义 对于这个文化道德啊 全有点缺陷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繁荣 国家政府提倡 我们中国旧有传统的这个论理道德 可是很费力气啊 可是我修道一来 我是道 我不是教会啊 这道讲的什么 就是提倡我们中国旧有的论理道德 我提倡的就是我们中国 什么 孔老婆子讲的 成义正心修身欺家 才能直播平衡 如果那种本人心不正 资格不能修身 家就不能起 国以家为本呢 国以面面的家吗 没有家呢 没有家呢 家呢 以本人为本 我们的本人呢 以心为本 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 生日将 格物置之成义正心修身 你外来的九十才气的事物 内力的贪嗔尺耐的妄想心 死与杂念 扫除干净 良知良能用事 你心自然正义成 身不修而自修 每天我们看了一点书 没记住 回来记住了 也没有事情去做 这就知而不幸 倒飞那种 现代社会太乱了 吃喝玩乐 教室才去 自顾自个享受 父母老了 扔了不管 根本原因是 本性被迷住了 人心变坏 比没良心的人多了 我编销白销篇 想万化人心 我们得从根本做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